臺灣掌握最新財經脈動 各位觀眾晚安 我是謝金河 我們來看到在這個禮拜當中 那麼我們看到一個焦點 日本的東洋經濟週刊 那麼在十月份出版的週刊當中 他發了將近五十月的蝙蝠 那麼大量來介紹臺灣 那麼這個臺灣的在日本 跟臺灣之間的產業未來的聯合 那麼以日本產業 可以在尋找外移的基地當中 透過臺灣來進入中國大陸 那麼現在變成大家口中的 這個臺日中的金三角 這個金三角 最近我們看到在經濟部的前部長 尹啟明現在的政務委員 他率領一個團去參訪日本 那麼從這個日本的這個考察當中 回來之後 他還提到這個臺日中 將成為黃金的金三角 另外在對五個產業包括對現在的資訊通訊 對數位內容對綠能精密機械 那麼跟生技 那麼這個有很多的這個未來合作的機會 那麼今天難得有這個機會 我們特別邀請到這一次帶團到日本來考察的 引政委員來到我們現場 同時我們邀請到現在行政院的這個科技 這個東現在是工研院的董事長 同時也是亞東關係協會 科技交流委員會的主委蔡清燕蔡主委 所以我想在今天我們來看看臺灣未來在產業發展當中 怎麼樣跟日本來結盟 我們先來看看日本在經過大地震之後 那麼長期以來整個在這半年當中的調整 那麼日本還是一個在調整狀態當中 日本過去有非常多的重量級的產業 在經過二十年的調整 現在看起來是慢慢在消失了競爭力 我們看一看這個像任天堂 股價最高來到七萬三千兩百 最近跌到一萬零七百八十 這個是相對是在遊戲機的產業 那麼任天堂曾經風光一時 那麼現在看起來是比較走下坡了 另外一個Sony他的股價在三年前 海嘯之前是六千四百一十塊日元 現在跌到一千三百七十 所以在Sony現在的市值剩下一百多億美元 那麼他曾經遙遙領先韓國的三星 現在的市值大概剩下三星的三分之一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巨大的變化 那麼日本的產業內 在經過這次日本的地震之後 我們後來發現台灣很多關鍵零組件 那麼其實都掌握在日本的手上 包括Sumco的這個Ni的上游的這個矽晶原料 另外我們看到在日本三菱化學 日本這個日立化成 都是掌握台灣關鍵零組件裡面非常重要的一些 他掌握了一個關鍵技術 所以日本地震之後 大家朗朗上口都提到產業鏈的鍛鍊 這個鍛鍊其實情況非常嚴重 那經過地震之後 日本人重新也在思考 那麼未來如何來透過台灣 把產業外移的基地尋找一個長期合作的夥伴 那麼來作為進入中國大陸的一個重要的途徑 現在看起來已經慢慢找到這個發展的新的契機了 今天我們很高興請到我們尹政委員跟蔡董事長 尹政委好 主持人好 蔡董事長 還有各位觀眾大家好 蔡董事長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好 尹政委好 好 我們先請部長先來好不好 你就這一次你所帶的招商團 那回來我想 第一個東洋經濟那個將近五十月的報導 我想我們看得都很感動 我在裡面寫了一篇文章 所以我們要推薦台灣 聽說你買了兩百本這個送給這個各單位 給馬總統來看看 那我覺得現在這是一個很好的開頭 所以這次你到日本 先請你把在這次仿日當中 心得跟我們觀眾報告一下好不好 其實在十月份的這個招商 這活動裡面他的感受跟過去不太一樣 因為這一次的這個招商 其實我是把它定位為一個產業的交流 而不是請他們來台灣投資 因為請他們來台灣投資 他們往往一種心裡以為產業會空洞化 所以我常常講的就是說 是一個多元的一個合作 一個方式出來 那這一次去的時候 就是感覺到就是說日本的企業 尤其是今年三月十一日 就是這個福島的這個核電廠的危機出來之後 他們現在一直在想尋找一個備源的生產基地 這是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就是說 他們現在電力短缺 很多的企業那個電根本是不夠的 所以他們也是希望能夠找到另外一個地方 來作為一個備源的基地 大概有這樣子的 然後再加上最近日圓又拼命的升值 所以在他們出口來講 造成很大的一個衝擊在那個地方 那台灣就是說 一方面對三月十一號的一個 福島的危機之後 我們表現了那樣子的一個關心關懷 然後再加上這個跟日本簽了投資協議 所以有這些變化 讓日本的企業現在覺得是說 台灣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合作夥伴 那我們在跟他們談的是說 我們跟中國大陸之間有ECFA 還有這個所謂的自衛財產權的一個合作 這個對我們來講是一個非常大的利益 然後再加上日本的企業在中國大陸 又噴上一些不如意的事情 包括過去幾年的罷工事情 所以讓他們整個supply chain 供應鏈都發生問題了 所以這些原因零零融種加起來之後 現在就是說我們極力在推動台灣跟日本的搭橋計畫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日本覺得是說台灣真的是可以成為一個基地 再到中國大陸去 所以剛剛這個主持人提到這個東洋經濟 在十月一號的那個抽刊 發了將近四十六個四十六頁 最大蝙蝠一次 對對對 因為過去日本的雜誌不太願意報導台灣 怕得罪中國大陸嘛 所以這次他們發了四十六頁的篇幅特別報導 我在日本的時候 剛好那時候在日本 我們就特別買了兩百本 我們跟日本企業在座談的時候 我們就把那個東西拿出來 我說這是你們自己講的 不是我們講的 你們自己講的話 這個可信度會比較高一點 後來我也帶回來就是說 也面臣給總統一本 告訴他說有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總統非常高興說 這就是我們在推動加強跟日本產業的合作交流 最主要的一個目的在這個地方 你看到這時候你其實接觸到很多日本的企業 是 日本的產業界其實對台灣 大致上都有很有好感 對對對 要不要稍微說明一下 這個日本產業界對台灣的未來投資的想法 他們其實這個來台灣 因為日本過去我們已經深耕了一陣子 就是在主要的這些大的企業方面 現在我們一部分的重點擺在中小企業 因為現在日本的企業啊 中小企業其實也非常的多 但是這些中小企業呢 他沒有過去沒有走到國際上面的這個一個經驗 在那個地方 他們也不知道怎麼去走 這是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日本的企業 從帳戶到現在也面臨了第二代要接班的問題 可是第二代呢 又很多他不願意接受 所以老一輩的就是說他空有他的技術 他有他的產品在那個地方 到底接下來怎麼做 剛好我們可以承接上去跟他們談這部分的合作 所以當我在日本的時候 也見證了高雄的一家的企業 跟日本的一家企業 他們從技術上面去做合作 主要是在做航太 航太方面的產品 都是中小企業 所以這個裡面有非常大的空間 過去我們主要集中在大型企業 但是現在呢 就是說包括我們這個高層 也希望我們能夠加強中小企業方面的一些合作 所以未來是我的一個重點 所以在下個月 我們預計要再去包括這個北九州 還有到神戶 下個月我要領個團到那個地方去 主要的重點是包括像金屬加工 像手工具 這些都是中小型的企業 我們希望把這個台日產業之間的合作交流 那個面能夠把它拉開來 我想這個在上個月我們去拜訪神岩英姿 他提了很多觀念 他也認為說未來人類的發展 他其實暗暗暗指 就是說未來的世界很可能 大家都會向日本看齊 為什麼日本的經濟調整了二十年 這二十年當中 日本人其實他承受非常高的 日圓的升值的壓力 但是他調整到現在 其實他的抵抗力也出來了 也就是說你看到 日圓在這個禮拜 最高的要七十五塊六毛七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 日圓最高的位置 他能夠在一個日圓很高的情況之下 產業還能夠調整到這個位置 我覺得是已經不錯了 所以我想這個 未來我們怎麼來學習日本 這個禮拜其實我要帶大概八十個人的團 去日本考察 所以我這次也看到很多的這個老人造福 環保生態 包括未來的能源的發展 大致上也是看這些東西 那我想這個公園宴的部分 我要請教蔡董事長就是 蔡董事長也是這個亞東關係學會科技交流委員會的主委 那臺灣跟日本之中的這個產業的連結 其實公園宴過去每一年 其實他包括日本的參展 或是日本產業的這個介紹 公園宴其實已經不遺利了 那現在看起來這個慢慢慢慢更成熟了 最近我也聽說公園宴 大概也組一個基金 那準備開始運作 所以這個部分也請這個主委跟我們說明一下 我先講一下這個新黃金三角 就是說這個是日本學者二十幾年前提出來 叫做三角成長理論 就是說美國的市場 美國基礎研究跟新興工業國家 像臺灣韓國四小龍 那中間距離很遠 所以日本人把技術提供給四小龍 他說叫驗行理論 帶著大家一起來攻佔美國市場 它居樞紐的地位 叫三角成長理論 事實上時代在變化了 第一就是說大陸的市場快速興起 那美國的市場有點衰退 那另外就是說大陸的市場比較特點就很便宜 它必須很便宜的東西 那臺灣有幾個優勢跟大陸連結 布局很久了 又同文同種 所以是可以說全世界唯一一個最好的通道 到大陸的通道 那臺灣企業它一方面 經營能力是很有效率的 而且cost down 價格下降是很有能力的 對 所以臺灣又引所稅 這個又降了17% 這最好的通道 而日本人呢 他仍然有他的技術在 有他的材料掌握他在手上 然後設備也在他手上 但日本人因為他非常踏實 但是相對做事就非常慢 然後價格是非常高 他一定要跟外國來結合 所以臺灣是最好的選項 因為臺灣跟日本互相之間的合作也很久了 互相的布局也非常久了 這次日本地震 臺灣的震災的捐款 日本人是感同身受了 這也是臺灣人最厲害的地方 你看到這個我們921大地震之後 我們群測群力捐款 到了這個大陸那個四川汶川地震 我們好像第一個捐款的台商 所以我們營養一千 這六千萬人民幣以後 郭台銘馬上加碼 然後台塑也加碼 那我們已經有這種操作的經驗以後 日本地震出來那個數額之高 日本人都傻眼 說臺灣是一個很有愛心的地方 所以很多地方就得到回饋 我們的捐款 大概已經超過兩百億的日幣 任何場合碰到日本政治場合 他一定先鞠躬感謝臺灣人 所以整個改變了日本對臺灣的看法 事實上本來臺灣跟日本的這個 歷史淵源也好 或者是企業的合作關係 本來就很深了 這是正是讓他覺得真正體驗到 臺灣才是他真正的重要夥伴 所以臺灣辦一個枢紐的角色 跟大陸是全世界唯一最好的通道 跟日本的連結 因為三一地震之後更讓日本了解 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夥伴關係 再加上政府簽的投資協定 加在一起就完美的結合 應該就是新黃金三角非常關鍵的一個時間 所以剛剛提到這個台日基金 事實上這個談了一年多 今年十月簽約就是三零日聯 第一大銀行集團 他跟工研院下面的創新公司 合組了一個台日投資基金 我們英文叫做Gordon Asia Fund 那低級當然是一千五百萬 主要是因為他下面有他投資了八百家公司 剛才尹政委提到日本中小企業的面臨困境 因為他仰賴的大企業 比如說剛才講的他大企業 有點沒有辦法跟韓國競爭 比如電視啊 以前聽到Sony 現在沒有啦 是神送 高端的才有辦法 所以他是他們供應鏈 所以他自己走不出來 透過像剛才講三零日聯 他有投資八百家公司 他也順求跟台灣合作 或順求台灣資金的投資 所以工研院立即說 我們很多研究所 一方面做技術的評估 一方面也許兩個技術可以結合 我們跟台灣企業連結也很深 怎麼樣透過這個基金 連結日本的中小企業跟台灣的企業 怎麼樣包括是互相合作也好 或者併購也好 或者互相投資也好 目標當然是建成中國大陸 所以從這個基金看得出來 應該是一個